專注力不足和過度匯藥症 專注力不足和過度匯藥症 其實是一種精神問題 其實我們的確實原因還未很清楚 但其實普遍認為是一種先天的生理問題 其實亦是一種高度遺傳的問題 認為是一種腦內 叫做多巴胺的傳導物質失調引致 而這種物質不足的時候 就會引致專注力問題和過度匯藥症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 我們認為有3至10%的小朋友或大人 都有這個問題 男生的機會比女生多 大約會高3至4倍